他兴奋不已,走进几步一旦看清是谁以后,我父亲慌乱地走上了一条田梗,准备逃之夭夭,可村里一个人挡住了他,说,你快去去安全吧。 不行不行,我父亲连连摇头,说道,一个是老婆,一个是拼头,哪个我都得罪不起啊。 此刻瘦弱的母亲已被打翻在地,寡妇的大屁股就坐在我母亲身上。 我在远处看到这一情形时,心里涌上一股悲哀。 母亲忍受了长时间的屈辱之后终于爆发,所得到的依然是屈辱。 村里几个女人也许是实在看不下去,跑过去将寡妇拉开,寡妇离开时,俨然是一个胜利者。 她昂着头往家中走去,边走边说,想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母亲在菜地里嚎啕大哭起来,母亲哭喊着,要是孙光明还活着,他饶不了你。 自留地风波时挥舞着菜刀勇往之前的哥哥,那时却无影无踪。 孙光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他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不愿加入到这种在他看来是无聊的争斗中去。 母亲的哭喊只能增加他对这个家庭的羞耻感,却无法唤醒他为母亲而起的愤怒。 被打败的母亲只能寄希望于死去的弟弟,那是母亲在绝望时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 哥哥当初的无动于衷,我最初理解成是他不愿在这世家仇远洋的场合里抛头露面。 哥哥毕竟不是自留地风波时的孙光平了。 我已能够感受到哥哥内心盘踞不散的惆怅。 他对家庭的不满越来越易于言表。 虽然我和哥哥的对立依然存在,然而由于共同布满自己的家庭,我们之间有时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默契。 不久之后,在我即将离开南门的一个深夜,我看到一个人影从寡妇家后窗翻阅而出,潜入我家。 我立刻认出了是孙光平。 于是我才知道了当初哥哥在母亲与寡妇争吵时,为何无动于衷的另一个原因。 哥哥挑着铺盖送我去车站时,母亲送我们到村口。 在尘封里,母亲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走去,仿佛不明白命运在那时所显示的一切。 当我最后一眼去看母亲时,发现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我对母亲说,我走了。 母亲没有丝毫反应,她含糊不清的眼神似乎是在看着别的什么。 那一刻,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温情,母亲的形象使我一阵心酸。 她的命运在我前去的空中化作威风,正在无形地消散。 我那时感到自己是一去不回,然而比起父亲和哥哥来,我对母亲的抛弃像弟弟那样并不残忍。 残忍的是父亲和哥哥,他们抛弃母亲而爬上她一生最为仇恨的寡妇的床。 毫无知觉的母亲仍在竭尽全力地维持着这个家。 我离去以后,父亲孙广才越加卖力地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同时,他还开始履行起一个搬运工的职责,将家中的一些物件拿出去献给粗壮的寡妇, 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细水长流。 孙广才的忠心收到了相应的成效。 那段日子里,寡妇变得清心寡欲,从而简点起来。 这个接近五十岁的女人,看来是难以焕发昔日所向披靡的情欲了。 孙光平那时已经丧失了十四岁时的勇敢, 她也学会了母亲那种忍气吞声。 她默默无语地看着父亲所干的一切。 有时,母亲忧心忡忡地告诉她,又被拿走了一件什么东西时, 她总是安慰母亲,以后再买吧。 事实上,孙光平直到后来都没有仇恨过寡妇, 而且始终在心里对她保存着感激。 那些她从寡妇家后窗进出的夜晚, 使她后来很长时间都坐立不安。 这也是只能看着父亲胡作非为而不假干涉的主要原因。 寡妇一直没对任何人说出她的事, 也许寡妇根本不知道那些日子里经常偷偷来到的年轻人是谁。 寡妇一向不习惯对光临她肉体的男人盘根问底, 除非像孙广才那样在阳光灿烂的时刻爬上她的床, 使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来者是谁。 孙光平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以后, 脸上的自信就一扫而光了。 刚开始的日子里, 我经常看到哥哥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那恍惚的眼神使我理解了哥哥。 我用自己的心情洞察到哥哥最大的愿望, 那就是离开南门, 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几次看到孙光平站在田头, 呆呆地望着满脸皱纹, 满身泥土地疲惫老人从田里走上来。 我看到了哥哥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空虚和悲哀。 孙光平触景深情地, 想到了自己命运的最后那部分。 孙光平在心里默认了现实对他的安排以后, 开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女人含糊不清的渴望。 此时, 他对女人的需要, 以不同当初对寡妇的需要。 他需要一个时刻维护自己, 适候自己的女人, 同时又能将她那些烦躁不安的夜晚, 转化为别无所求的平静。 于是他订了婚。 那个姑娘容貌平常, 居住在邻村一幢二层的楼房里。 他家后窗下流淌着, 吞没我弟弟生命的那条河流。 由于是附近农村第一家盖起了楼房, 他家复名远阳。 孙光平不是看中他家的富裕, 我哥哥知道盖屋后才一年, 仍欠着债的他家, 已不会拿出值得炫耀的嫁妆。 这是村里那个裹着小脚, 走路时像跳蚤一帮活泼的媒婆送上门来的礼物。 媒婆在那天下午笑眯眯走过来时, 孙光平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了, 同时知道自己什么都会答应。 孙光平婚礼的整个过程, 父亲都被排斥在外, 将这消息告诉父亲的不是母亲, 而是寡妇。 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刻感到自己有责任去侦查一下。 陪我儿子睡觉的姑娘长得怎么样? 孙广才那天上午双手背在身后, 拱着身子嬉皮笑脸地走去了。 他还在远处的时候, 就看到了姑娘家气派的楼房, 因此他见到对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孙光平这小子真有福气啊! 我父亲坐在姑娘的家中, 如同坐在寡妇的床上一样逍遥自在。 他和对方父亲说话时, 脏子乱飞。 姑娘的哥哥提着酒瓶出去, 又打满了酒提回来。 姑娘的母亲走入了厨房, 来自厨房的响声, 使我父亲必须先咽下口水。 那时我父亲早已忘记此行事来看看我能喂过门的嫂子。 倒是对方想到了这事。 姑娘的父亲杨切脸叫出了一个孙广才听后马上又忘记的名字。 差一点成为我嫂子的那位姑娘, 在楼上答应了几声, 可就是不愿意下来。 姑娘的哥哥跑上楼去, 片刻后下来时笑容可爱, 他告诉孙广才, 他不肯下来。 那时候孙广才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 连连说,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不下来, 我上去。 孙广才朝厨房窥探一眼后, 上楼去看那姑娘了。 我敢肯定, 父亲的一眼是多么恋恋不舍。 孙广才上楼后不久, 让姑娘在楼下的家人听到了一声毛骨悚然的喊叫。 楼下父子瞠目结舌地坐在那里, 厨房里那个女人则是惊恐万分地窜了出来。 当他们共同费解那一声喊叫为何而起时, 孙广才笑眯眯地走下楼来, 嘴里连连说道, 不错, 不错。 楼上传来了沉闷的哭声, 哭声仿佛是被不捂住了难以突围似的。 我父亲却神态自然地在桌旁坐下来。 当姑娘的哥哥跑上楼去时, 孙广才告诉对方父亲, 你女儿真结实啊。 对方听了不知所措地点点头, 同时一律重重地望着孙广才。 孙广才继续说, 孙广平真叹娘得有福气。 那时, 姑娘的哥哥快速地从楼梯上冲下来, 一拳将孙广才连通椅子一起打翻了过去。 那天下午, 孙广才鼻青脸肿地回到村里, 见到孙广平第一句话就是, 你的亲事被我退掉了。 我父亲怒气冲冲地大声喊叫, 哪有这样不讲理的? 我不就是替我儿子摸摸他身子骨结实不结实, 就把我打成这样子? 从邻村传来的消息则是另一种说法, 我父亲孙广才送给未过门儿媳妇的第一件礼物, 就是伸手去摸人家的乳房。 哥哥的婚事因此完结以后, 我母亲坐在厨房的灶头, 用围裙偷偷擦了一天的眼泪。 在这件事上, 孙广平并没有像村里人猜测的那样, 与孙广才大打出手。 他最为激烈地表示, 就是连续几天没和村里任何人讲话。 我哥哥在此后的两年里, 再没看到村里媒婆笑眯眯向他走来。 那些日子, 只有在夜晚床上时, 他才会咬牙切齿地想到孙广才。 白昼来临以后, 他有时候会想到远在北京的弟弟。 那时我经常收到哥哥的来信, 但在信上什么都没说, 信上空洞的内容让我感受到了哥哥空洞的内心。 孙广平24岁时和同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了。 这个名叫樱花的姑娘, 家中只有一个瘫痪在床的父亲。 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从那口池塘开始的。 在一个阴室的傍晚, 孙广平从家中后窗看到了正在洗衣服的樱花。 身穿补丁衣服的樱花由于生活的艰难, 在那一刻不停地擦着眼泪。 樱花当初的背影在冬天的寒风里瑟瑟抖动, 这情景唤醒了孙广平针对自己而起的悲哀。 后来, 这两个村里媒婆都不愿光顾的人自己走到了一起。 孙广平唯一的这次婚姻是她和樱花池塘经历之后的第二年来到的。 那场婚礼的穷酸劲让村里上了年纪的人, 轻而易举地回忆起旧社会地主家长工的结婚。 樱花作为新娘大幅翩翩走动的情形, 倒是给那贫穷的婚礼带来了一些幽默。 一日清晨, 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孙广平就借了一辆板车, 将樱花送到城里医院的产台上。 对于新婚的男女, 洞房的清晨正是如胶似漆, 互相偷盗对方体温取暖的美妙时光。 然而这一对夫妻必须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在太阳升起之前, 敲响城里医院产科的玻璃门窗。 当天下午两点钟, 一个后来被取名为孙小明的男孩, 在怒气冲冲地嚎啕大哭里来到了人间。 孙光平的婚姻是一次自愿地作茧自负, 他结婚后便义不容辞地赡养起了瘫痪在床的岳父。 那时孙广才还未结束他搬运工的生涯, 使人欣慰的是, 孙广才总算知趣了一些,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大模大样地将家中的财物往寡妇那里输送。 孙广才那时表现出了他身上的另一部分才华, 即偷盗。 孙光平内外交困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直到后来他岳父也许是过意不去了, 在一个夜晚, 闭上眼睛之后没再打开。 对于孙光平来说, 最为艰难的并不是岳父瘫痪在床和父亲的偷盗, 而是孙小明出生的那些日子。 那时的孙光平如同机器一样转个不停, 从田里到樱花家, 再到自己家。 人们很少看到他在村里有走路的时候, 他像一只兔子似的在这三个地方窜来窜去。 岳父的死使孙光平如是重负, 然而真正平静的生活远远还没有来到。 不久之后, 我父亲孙广才旧病复发, 从而让樱花痛哭流涕了整整三天。 那是我侄儿孙小明三岁时的夏日, 我父亲坐在门槛上, 看着樱花去井旁打水。 孙广才看到了樱花短裤上的大花图案, 在那丰满的屁股上绷紧然后又松懈, 下面的大腿在阳光下黑油油的闪亮。 我父亲在岁月和寡妇的双重折腾下, 已经像要渣一样毫无生气。 樱花健壮的身体, 却让我父亲令人吃惊地 回忆起了自己昔日旺盛的经历。 孙广才不是用大脑去进行回忆, 而是动用了他枯树般的身体。 回忆使我父亲再现了过去一往无前的情欲。 当樱花提着水桶走去时, 我父亲满脸通红, 发出了响亮的咳嗽声。 这个劳病鬼在那个时刻, 村里有人在不远处走动的时刻, 他的手捏住了樱花短裤上的大红花图案, 以及里面的皮肉。 我侄儿孙小明听到他母亲发出了惊恐的喊叫。 孙光平这天有事去城里, 回来后看到母亲老泪纵横地坐在门槛上, 嘴里喃喃自语, 作孽呀。 然后是樱花劈头散发, 坐在床檐上抽气的情景。 明白了一切的孙光平脸色苍白地走进厨房, 然后提着一把正亮的斧子走出来。 他走到哭泣的樱花身旁说, 你要照顾好儿子和娘。 明白过来的樱花开始了他的嚎啕大哭。 他拉扯住丈夫的衣服连连说, 你别,别这样。 我的母亲那时已经跪在门口, 张开双臂拦住孙光平。 母亲沙哑的嗓音在那个下午颤抖不已。 他虽然泪眼模糊, 却神态庄重地告诉孙光平, 你杀了他, 吃亏的还是你。 母亲的神情使我哥哥泪流而出, 他向母亲喊道, 你站起来, 我不杀他, 我就没法在村里活了。 我的母亲坚定不移地跪在那里, 她声嘶力竭地说, 看看你三岁的儿子吧, 你犯不着和他去拼命。 我哥哥苦笑了一下, 对母亲说, 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樱花的瘦乳使孙光平感到 必须和孙广才清算一切, 几年来他一直忍受着 父亲给他带来的耻辱。 孙广才的进一步行动, 在我哥哥看来, 是把他们两人都逼上了死路。 孙光平在疾愤之中清晰地意识到, 若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难以在村里立足。 那天下午, 村里所有人都站到了屋外, 孙光平在耀眼的阳光里 和同样耀眼的目光里, 重现了他十四岁手握菜刀的神态。 我哥哥提着斧子走向了我的父亲。 那时孙广才就站在寡妇屋前的一棵树下, 他一律重重地望着走来的孙光平。 我哥哥听到孙广才对寡妇说, 这小子难道还想杀我? 然后孙广才向孙光平喊道, 儿子, 我是你爹。 孙广平一声不吭, 他走去时神态固执。 在他越走越近时, 孙广才的喊声开始惊慌起来。 你只有一个弟, 傻了就没了。 我父亲喊完这一句, 孙广平已经走到了近前, 孙广才慌张地嘟弄一声, 真要杀了我。 说完, 孙广才转身就跑, 同时连声喊叫, 要出人命了! 那个下午显得寂静无声。 我父亲年于六十以后, 开始了他惊慌失措的讨论。